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这边刚刚起了恶毒的心思 就立马让小金跟那叫阿里的年轻人沟通一下 试图让这个年轻人带着我们直接找到轻易 结果这个奸诈的小阿里听到我们的诉求之后 竟一边啃着我们给她的面包 一边撞模作样地喊起了为难 几里呱啦地跟我们表达起她的看法 说什么那地方实在是太危险了什么的 谁也不知道流沙什么时候会躁动 如果有个万一的话 我们给她那几块面包可不值得她去卖命的 反正说来说去就是一个意思 要钱 我倒真是没抠这个 也没跟老外说的一样 直接把这孙子给绑了 剁一只手 然后她就知道和强盗打交道该怎么做了 只是一个想活得更好的普通人 犯不上一言不合就打阿杀的 揣着那一颗一念之间我也是日日修心 这段时间下来倒是一点点磨平了我胸中的力气 总而言之我已经过了那个一言不合就拔刀杀人的时期了 除了一些有仇恨和没有选择的事情 我仍旧难以释怀之外 对于寻常人倒多了一些宽容 我只是为仇恨而活着 并不是为了杀戮 所以对这个叫做阿里的小伙子态度倒是不错 从海泽威那里拿了一张卡告诉她 这里面有一百万美刀 只要她带路这张卡就是她的了 完事之后她可以拿这张卡离开这里 只要不是无限挥霍 完全可以摆脱为两块面包而放弃节操的生活 甚至火得更好 这小子起初还不相信 后来小金拿出了他在摩洛哥的官方身份 几经保证 这小子终于答应了 美滋滋地与我们一同上路了 这一次我没带老酋长 他已经带着我们找到着所谓的死亡荒漠的入口 没必要继续走下去了 可以在绿洲修整一下就回到他的部落 倒是让老酋长有些意外 可能在他的脑海里面 十有八九自己是活不成了 我就忽然放过了他 倒是让他惊醒了起来 对我是感恩戴德 搞得我有些无语 心说这个世道还真是因为人性而黑白颠倒了 打破他们平静的是我 最后该说谢谢的人也应该是我 最后反而是我这个强盗成为恩主 当真是力量和强权等于一切呀 收拾了一下 我们就直接出发了 为了隐秘 我们并没有乘坐昆蓬 而是让阿里在前面带路 徒步传心荒漠 最后阿里在一个巨大荒丘前面停了下来 跟我们说 从这里就能看到 轻易他们休息的地方 然后我就闭着眼睛 放开神识 仔细感应了一下 并说 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确实有一团团非常强大的能量 毋庸置疑 应该就是轻易他们了 为了防止轻易他们发现 我一声领下 我们这边的人全部隐移自己的气息 然后我取了望远镜 就朝着巨大土丘上一点点爬了上去 待他爬到顶部的时候 呈现在我眼前的 就是一片平坦的荒漠了 这里全都是阴网无印的黄沙 顺着沙漠里面的风 来回在地面上掠动 让四周黄茫茫的 透过这黄茫茫的平原 隐隐约约能看见 对面的一点绿色 那里应该就是阿里说的 那个小绿洲了 星医他们应该就在那里面 这一刻 我的心跳不争气地加速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出于愤怒 还是一种难言的兴奋 就连双手都不可一指地颤抖了起来 哆哆嗦嗦地拿着望远镜 朝那边看了过去 虽然这里可见度不是很高 但我还是看清了那小绿洲里面的情况 说是绿洲 其实不过是一片植被覆盖面积 不足一百平米的地方 里面隐隐绰绰 倒是有不少人 不过大概是因为天敌的原因 我还是一眼就找到 我要找的那三个人 他们就在绿洲的最中间 一人穿着青色的长衫 满头黑发垂落在肩膀上 皮肤白皙 眉目如画 恍若一些古画中走出的翩翩家公子 那是青衣 他就安安静静地盘坐在地上打坐 周围躁动的黄沙 仿佛因为他一下子平静了下来 光看外表 还真是在着实中的一股清流 在他的左边 一人穿着黑衣 身材略显臃肿 那是胖子 在他右边 一人穿着迷彩作战服 正与旁边几人交斗劲儿 相谈甚欢 那是张金雅 我心潮澎湃 不禁轻轻闭上了眼睛 胖子张金雅 你们果然又和青衣在了一起 犹如打不碎的铁三角 我三番五次放你们走 你们二斤又站在我的对立面 说来也真是宿命 命中注定 你们要杀我 那么这一次 我们就来个了断吧 我右手下意识握紧摆壁刀 结果就在这时候 一阵女性的窃窃私语忽然在我背后响起 我扭头一看 竟然是海瑟薇 正对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在说着什么 她要干嘛 我一翻身 从沙丘上就滚了下来 问海瑟薇 你这是 啊 这个 海瑟薇扬了扬手中 那跟电话差不多的玩意儿就笑道 最新研发出的高科技 用来联络的 你不懂 不过我已经给青衣他们背了一份大礼 你难道忘了吗 在走之前 我可是在撒哈拉山漠的边缘地区 招来了一件雇佣兵 现在不是正好用得到吗 我一愣 很快就想起这一茬了 顿时摇头苦笑了一声 不禁压低声音就说 到时候忘了这个了 说来还真是最毒负人心呢 你这时将任何力量都算计进去了 怎么样 还得多久 很快 海瑟薇神秘的一笑就说 让子弹飞一会儿 我们先后撤一下 免得殃及吃鱼 你也别说我狠 如果他们对你不狠的话 我也不会把事情做绝了 我点了点头 其实不用他做绝 这次我算是彻底清醒了 有些事情他不做 我也会做的 当下一白手 我们这些人就开始默默地撤退 说是后撤一些 不过这一撤就足足撤了三四英里的距离 也不知道海瑟薇到底给金衣他们 传备了多大一份礼物 真不知道青衣能不能受得了 本来我们还打算继续后撤一点的 不过很显然我们是没有机会了 因为这时候 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阵阵呼啸的声音 然后我们就看到 一道道炙烈火光 朝青衣他们所在方向坠落了过去 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弹头 那场面简直就是欣赏的一场流星雨啊 海瑟薇大笑 地面坐标准备 打击精准 你们猜一猜 一下子能炸死多少人 只等他话音刚刚落下 那一道道炙烈火光就已经坠落在地面上 瞬间 前方地面上腾起炙烈火光 这一瞬间 我都能感觉到脚下土地在颤抖 仿佛是世界末日降临了一半 哎呦我去 老白一脸心有余悸地说道 果然是每个文明禁元 都有每个文明禁元的优势啊 这么可怕的威力 只要运用的好的话 干掉修炼者真的不是问题啊 我却没有老白想那么多 修炼者的恐怖在于个人战斗能力 而这些武器是用来打修炼者 那就是大炮打蚊子 必须得找准机会才行 也算是各有优势吧 阿丽 小剑 你们自行回去 接下来的事情 你们就别管了 我吩咐了一声 一下子就跳到宽鹏的身上 吼道 爆炸余波即将过去 我们也该出发了